海德堡要理问答 是属灵教育的指南 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 问题35 因着圣灵感应 由童真女玛丽亚所生 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 一己上帝永恒的儿子 他现在永远都是永恒的真神 因圣灵的运行 自己取了人性 和由童真女玛丽亚而来的血肉 为要教他也可以成为大魏的真后裔 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 只是没有犯罪 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这位拯救者救主的降生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提到 因着圣灵感应 由童真女玛丽亚所生 为什么要讲那么冗长的一句话呢 就由玛丽亚生就好了嘛 哦不 在这句话里面呢 包含了很多的意义 特别是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 那么他是没有罪性的 为了要明白这个部分 所以呢 在问答当中要特别的提到 因着圣灵感应 由童真女玛丽亚所生 玛丽亚我们知道 他就是一位女性 名字叫玛丽亚 任何一个人肉身上面出身的话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母亲 耶稣道成肉身 当然需要有一位母亲 那神呢 拣选了名叫玛丽亚的这位女士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是童真女玛丽亚呢 因为他是由圣灵所感应 也就是说他不是经由人类的 传统的所谓的性生活 或性行为而怀孕 他是受圣灵感应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 一个怀孕过程当中呢 玛丽亚只是一个 以现代话来讲 叫做代理孕母了 当神将受精卵 直放在玛丽亚的子宫内的时候呢 玛丽亚怀孕了 这玛丽亚不是因为 另外一个男子 所提供的精子而怀孕 也不是玛丽亚提供的卵子而怀孕 完全是一个已经感孕 成孕的一个受精卵 置放在玛丽亚的子宫内 玛丽亚是没有任何的性行为 但是他怀孕了 因为圣灵使他受孕 这就是整句话里面 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认知的 为什么会怀孕呢 不是人类的精子 跟玛丽亚的卵子 造成了一个受精卵 而是神 直接将一个受精卵 摆在玛丽亚的子宫内 而玛丽亚就怀孕了 这个怀孕是受圣灵感孕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当中 我们就知道 这个胎儿是特别的 不是一般人类的 所谓的精子跟卵子的结合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人带有罪性 每一个人因着罪性 承接下来的罪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如果耶稣基督是带有 这样一个罪性的话 这位拯救者本身 就要先处理自己的罪性 或者说先得要解决 自己罪的问题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他没有这个罪性的问题 也因此他才能够来 代赎我们的罪 一个如果自己都没办法 帮自己解决罪的问题的人 又怎么能够来解决我们 或是来赦免我们的罪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圣灵的感应 由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代表着他没有罪性 而他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神 来到人世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